而在獨中撥款的課題方面 行動黨領袖最近頻頻抨擊董總主席 陳大警彭馬華踩西蒙 不過董總就強調 不曾偏幫朝野任何政黨 並且堅稱向來秉持著超越政黨 不超越政治的原則 董總發文告中 不點名地批評一些人 針對獨中課題發表了偏頗的言論 董總解釋 無論是國政政府個別撥款給一些華文獨中 或是西蒙政府連續兩年在預算案中 編列獨中撥款 以及卸任政府撥款給獨中 作為民間教育組織 一定是會肯定任何協助華教 和母語教育的政黨 對於一小撮黨異議者 和不了解來龍去脈的人 發表偏頗之見 董總對此深感遺憾